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环境的状态 是自己的免疫力 自育力 如果肿瘤是种子 自己身体的内环境也就是土壤 植物的生长要靠肥沃的土地 充足的水分 优良的种子 如果土壤与种子等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宜 那么就能茁壮成长 否则土壤好 但种子不好 当然生长不好 所以改变自身体内环境才是防治癌症的根本 今天小关就来给大家讲讲如何通过改善身体内环境 从而达到预防癌症的效果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我们人体内癌细胞之所以生长的好并扩散 必然是身体的条件犹如土壤一样肥沃 癌症这颗优良种子就生根发芽了 人体任何癌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一个细胞就像一颗种子 肿瘤体积的长大就是由于细胞不断分裂 数目增多而形成的 由此可见 身体内癌细胞需要不断的生长 达到一定的数目后 才能够被现代医学检查手段所发现 而癌细胞在身体内要想不断的生长 它需要多种条件的提供 比如营养物质 激素 各种元素 调解信号传递 基因调控等 这些条件如果不理想或不合格 癌细胞生长也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 对于癌症的治疗来说 改变人体内在的环境条件使之不利于癌细胞生长 从而达到抑制癌症的目的 好比一块板子潮湿了要长霉 如果只杀霉菌 不解决潮湿的问题 霉菌杀得完吗 癌症病人在之所以出现癌细胞增长 说明此时此刻和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病人身体内的环境和条件适合了癌细胞的生长 所以癌症就发生了 如果此时还不及时的纠正 原来已经适合癌细胞生长的体内条件 那么再怎么治疗也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会发现有的癌症病人病灶很小 手术切除也很及时 术后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化疗或放疗 但是癌细胞却疯狂的生长和扩散着 此时身体内流动的血液中几乎都充满了癌细胞 并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提醒患者此时此刻身体的这块土壤 是十分有利于种子生长的 反之有的癌症病人发现时已经属于晚期 医学上已经失去了任何治疗的可能性 但是病人的癌细胞并不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发展 甚至还会奇迹般的出现 癌肿块越来越小 最后只是消失 这是否提示这一病人此时此刻 他体内的土壤发生了改变 变成了不利于种子生长 于是才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如果能够及时和有效地改变身体内环境这一土壤 是癌症有效治疗的中心问题 那要怎么样改变自己身体内环境这块土壤呢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置心移触 无事不办 发现得了癌症后 不是首先去开刀去化疗 首先要安定的是自己的情绪 许多人的确是被癌症吓死的 一是由于心中的恐惧摧毁了自己的免疫力 二是过度治疗摧毁自己免疫力 如果认识到癌症是一种慢性病 不会马上致命 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慢性的疾病 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认识癌症是一种慢性病 对许多癌症患者起到了安慰的作用 这种安慰不是欺骗 而是讲了老实话 符合科学 符合实际 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 人是有意识的动物 意识保持正常 人体生命的活动才会正常 意识主宰着生命的活动 意识紊乱 生命的活动就会陷入混乱 对于多数人来说 癌症来临心理还是很脆弱的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建立信仰 所谓的科学精神 就是一切要可证明才相信 可是我们的智慧又能看见多少 又能证明多少呢 科学是发达 可宇宙也只是个三维空间 还有四维五维 甚至更高维度 如果我们只相信 自己能看见能证明的东西 难道不也是另一种迷信吗 这就是为什么说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酵 如果你认识到肉体的结束 不等于生命的结束 你还会那么恐惧吗 庄子也曾有比喻说 你怎知死后的世界 不比现在更好呢 当你了解生命 不是我们线下眼前看到的 这样局限 你打开了境界 自然就能放下 真能放下 一心念阿弥陀佛 念佛天 都不知道怎么黑下来了 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去过去的 没有烦恼和忧虑 心安了 身体免疫增强了 还细胞 也就开始消退了 现实中 确实有人专心念佛 从而使癌症消失的 所以说 知心一处 不是不办 二 选择中医治疗 中医治癌症的方法 是针对土壤 改善土壤的整体环境 使其不适合 肿瘤细胞的生长 在癌症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正邪相征贯彻始终 古人有政绩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其必须的说法 正邪双方构成了 矛盾的两个方面 身体上有肿块 长得很快 就说明它会危害人的生命吗 在外科正宗中说到 岂是大 中无害 未老先白头 无浓软现修 窗从搁搭起 有浓生方许 肿窥气昂昂 不知自安康 根高顶右高 八十寿还饶 烧痛易腐烂 人大中无恙 窗高 热烧疼 虽苦必然生 窗软无神器 应补方为异 这说明 原来认为肿块长得慢 是说明癌症肿块的 恶变程度 拿它做来 判断厉害的依据 或以肿块腐烂 与否作为 判断生死的依据 都已经被许多事实否决 癌症不是老独家的后代 而是老寒家的后代 故此 它不姓毒 而姓寒 肿瘤的物质组成 是由气血凝滞而形成的 与其说它是个 痰瘤 还不如说它是个 寒瘤 体内含血痰湿是 癌症的来源 那治疗怎么办呢 那就要解决 体内氧气和 运化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临床上 见这样多的情况最多 我们需要用药物 去化解癌症 那就需要去攻 但病人的身体氧气偏弱 多亦呈现一种寒热夹杂 以阴寒为本 飙热为腐的局面 这种局面你去攻的话 又会损伤它的氧气和能量 不攻的话 又解决不了它的病 其实 汉代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中 早就为这种病人的局面 给出了解决方法 那时候没有癌 这个针对性的称谓 归入脏节一类 它的含义就是身体陷入了阴症 又有一个脾节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提出的治疗方法是 抚养药和攻下药同时使用 比如 腹子肝浆和大黄芒硝同时使用 这个方法是非常高明的 因为今天我们的研究 说癌症是怕热的 身体的温度一升高 癌症细胞就会迅速消失 也就是中医说的 人体的氧气一足 脾节就会散 现在很多人治疗癌症 以为的含量解毒 用各种清热散结化于药 虽然说它们可能确实能起到一点解毒 消除癌症组织的作用 但它损伤了人体的氧气 人体自身消除毒素的能力受到了损伤 这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没有任何药物的力量 大得过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药物永远只是辅助 三 改变饮食 好好睡眠 坚持运动 癌症治疗是重建生命工程 正因为以前错误的生活方式 随要颠倒过来 必须坚持素食 素食既有营养 又能健脾减轻 胃肠负担 人类的消化系统是身体的12倍长 且充满褶皱 这为了慢慢消化水果 蔬菜种子 消化一顿米饭加豆腐的食物 只要5小时 同等分量的牛排 只要18小时 吃进肚里的肉 在人类先天不适应 消化肉类的肠壁中 缓缓前进 大概需要5天 才到达排泄器官 而放出体外 这些腐肉的毒 慢慢侵蚀肠壁 很容易形成直肠癌 结肠癌等不治之症 想象一下 这些充满各种毒素的 动物尸体物 在37度高温中发酵腐败 难怪我国古代哲人 会说称之为烂肠之食 而且不能被完全排进的 残育毒素 在身体中日积月累 最终引发细胞大规模病变 而成为各种癌症的隐患 这里就不得不说 其实许多素食食品 有抗癌作用 素食能清洁自己 血液充足的睡眠 也是抗癌的根本保障 充足的睡眠 可提高自身免疫力 适量运动 能生羊生羊 气血通肠 行情愉悦 四 学会爱自己 学会爱别人 我们是有很多的情绪 诸如嫉妒 憎恶 恨 贪恋 执着等等 这些都是消耗氧气的 而唯有爱 是让人增加氧气的 很多时候我们得癌症 是因为我们缺少爱 也有说是因为自私 因为不爱他人 只想到自己 如果你能够去爱 能放下一切的憎恨 放下你和这个世界 一切的纠结和烦恼 这种氧气生成的力量 往往达过一切 让人放下这种痛苦的东西 跟自己恨的人和好 原谅对自己做过坏事的人 也找到自己曾经做过的坏事 从心底里去忏悔 甚至去弥补 所谓老天不杀悔过之人 这里面有因果层面的原理 也有身体层面的原理 就是让它迅速的增加氧气 无论是知心一处修行 中药服洋 速食和运动 以及忏悔放下 都是让自己氧气充足 提高自己免疫力 让癌细胞 在自己强大的免疫力面前 无处藏匿 才是抗癌 根本大法 好了 关于抗癌的方法 小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抗癌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